台媒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期发表一份 针对一系列台海冲突兵器推演结果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 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目前缺乏进行重大战争的能力 如果美国现在摄入重大的地区冲突 将很快就会耗尽弹药库存 如果因台海问题与中国大陆发生战争 弹药不足问题会更严重 大约不到一周就会耗尽诸如远程导弹与精确制导炸弹等关键弹药 报告还显示 经过多次兵器推演发现 一旦发生台海战争 美军将在三周内消耗5000多枚远程导弹 而在这些导弹之中 以远程反舰导弹最有用 但是兵器推演每一次迭代的结果都显示 美国反舰导弹库存在冲突第一周就会用尽 针对美台军事勾连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近日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谁纵容支持台独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苦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坚定不移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